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 我是Jeannie 大家好 我是 intrins 很小的时候其实对打鼓很感兴趣 但是因为家里很贫穷 她也没有机会去学习 那现在呢因为自己工作了嘛 然后就想做一些自己 兴趣上觉得自己想做的事情 小学呢 就是打小鼓的 但是想着姐姐说 我们去打鼓了 我就想也好 因为自己对打鼓也是有兴趣 大家好 我叫苑芝 因为之前在华晓 就是看到孩子们在打鼓 自己是没有机会去参加成人班 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网上看到VRDRUM的公司 然后就有办成人班 就试试看来体验一下 我叫慧萍 在我念这种学的时候 有一个灵教就把这个鼓翼 把它带进来的我们的总学 就在我们的周会表演给我们看 然后就找学生 我那时候是第一个跑着去 所以我就变成了 我当初学校的第一匹鼓手 就我来上课的时候 就通常笑声比较多 都很开心 我们在群组里面 成人班里面 我都会在外 然后怎么打 然后今晚打些什么 然后他们就会很好的 彼此鼓励然后献牌子啦 唱牌子啦 哇 真的是很了不起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工作已经这样忙碌 还要去加入这个鼓来背更多东西 我反而觉得背鼓的那些Rhythm 其实是很开心的 那些打鼓嘛 既然来参加就想去表演 我们成人班是跟年轻的一半一起 对不对 我们不一半的年纪 跟一半的年纪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会变成一半的年纪了 我的一半四哥们 虽然他们是中学生 可是他们真的是教了我很多东西 在舞台上的感觉是很好的 因为所付出的东西 在舞台上跟人家分享 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 男子现在有机会 两姐妹一起学打鼓的 就学得还挺不错的 就可以联络一下感情 至少现在每周可以见两次 很多时候呢 就是这一块呢 其实就把很多不开心的事情都忘掉 你很容易呢 其实试试看起来都很顺利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我在鼓一般 得到最大的满足在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观赏更多精彩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VR YouTube频道 更多最新动态 当然是订阅我们的FB Fan Page啦 你的点赞和你的分享 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请别忘了 Like and Share 发明镜与点点栏目